挑戰手指靈活度 相見歡感受擁有的美好 嘴巴咬著鼻打字 同理身體障礙者的日常 沒有雙手 也有別的方法 達到自己的目標 就是我自己的體會 只要堅持 我相信也沒什麼能達不到的 祈福與感恩 是廣西慈濟志工 送給柳江中學助學生的 心靈裡 我應該更努力地學習 開始反思自己 然後我覺得 我應該更努力一些 要對得起這些 愛我的和我愛的人 做作為一代的哥哥呢 確實我有時候是 哭著不住自己 老是想打遊戲 但是呢 感謝他 我一定會努力改變自己 感恩 慈濟助學對老師而言 也是見證到 愛與關懷 滋養好品德 這三年裡面 我們見證了資助的名額 從60到今年的141 在這幾次的 助學活動當中 我們的越來越多的 年輕老師 年輕班主任 參與到我們的 助學活動當中 也體會到了 慈濟人 對於我們柳江中學學子的幫助 是真的真誠的 是真的用心的 是真的全力以赴的 答案新聞真身美之工 廖樹中 黃希鴻 林春彥廣西報導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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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